PREVIEW 十个三年 我们终于等来了 它 大疆的Mavic 3 这期视频 跟大家见面 稍微晚了一点点 很抱歉 因为机器拿到的时间 比较晚 那加上做了很多 细致的一些测评 那我带着它 也去了很多地方 进行拍摄 也就希望能给大家 做一期全方位的 一个测评 好的话不多说 那请大家 把签到两个字 先打在弹幕上 我们马上开始 好的 那首先有几项功能 是需要等到 明年的1月 大家通过固件更新 你才能体验的 分别是 大师镜头 智能跟随 移动延时 或者是动态延时 那Quickshot 全景拍照 快速文件传输 以及这个 4G的信号传输服务 除了以上这些功能之外 我们会从外观 性能及画质 各方面去做一个测评 首先云台保护罩 就是这个家伙 那大家如果有用过 之前的大疆无人机产品 都会知道 其实要把这个云台保护罩 套上不是那么的轻松 你首先需要调整一下 云台的角度再套上去 其次就是机身上 没有这个竖讲器 讲页总是在包里摇摇晃晃的 之前有网友说 竖讲器会不太好 会让讲页变形 我不以置评 这次大疆给到的 这个云台保护罩 很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 套上的时候 你不需要再刻意的 去调整这个云台的角度 而且讲页们 都可以得到一个固定 接下来是USB-C 直接供电系统 要知道之前的 大疆无人机系列 你是必须要将电池 取出来充电的 那很多时候 比如说我是一天的行程 并不想带一堆的电池和充电器 如果能直接通过数据线 给飞机充电能有多好 而在大疆Mavic 3上 终于实现了这一点 只需要将尾部的后盖打开 将数据线连接就可以了 关于摄像头的变化 那在Mavic 3上 这一次大家可以看到 前方的话是有两枚摄像头 那一个是24毫米的三分之四的 SIMOS镜头 光圈是F2.8到F11 另一个是顶部的这颗 162毫米的F4.4长焦镜头 那么对于这两个镜头的画质 我们晚一会儿再说 关于避障系统 这一次的Mavic 3上 终于迎来了全向360度的避障 那上下左右前后 大将都装上了避障系统 之前有很多网友问我 那初学者是不是需要买mini比较合适 其实我个人认为 mini是给已经有无人机经验 需要另一部便宜一点的 空拍机辅助拍摄而使用的 那新人入手mini我十分不建议 那我个人十分不建议 因为炸机的几率实在是太高 而也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就算是全向避障 那对于一些细小的树枝 或者是昏暗的光线下 你还是不能够依赖于避障系统 还是需要小心飞行 关于电池 大家会发现这一次的电池 变大了很多 它是5000毫安时的 总飞行时长长达46分钟 那之前的我的一些拍摄情况 一天的话三块电池妥妥的 现在第二块我都用不完 就能结束一天的拍摄 这是非常棒的 那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 我觉得你并没有必要去买Cine版 因为我们在网上看视频 Apple的ProRes和基本的4K 5K画面 你其实几乎看不出来 那我在好莱坞从事电影特效工作 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 真的看不出多少区别 除非你每一个画面都用这个参数和数值 去做比对 有时候我们做电影画面不够 连GoPro的画面我们也拿来用 那有谁看得出来呢 对吧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画质 同样是D-Log Mavic 3上的D-Log 我觉得才是真正的D-Log 我们来对比一下大家 LRS的D-Log画面 我们会发现Mavic 3的D-Log会更加的平淡 那么对于后期创作 高光和暗部细节的保留就会更加的丰富 但是麻烦的是就是因为太平淡 对于后期色彩还原及调色 也会花掉你更多的时间 那对于懒得调色的朋友 得益于哈塑的调色 那主色的直出色彩已经非常优秀了 但是我会觉得稍微有一点点过于饱和 那你可以降低一点点饱和度 就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画面 接下来我们说说主色 那也就是这个三分之四的 这个2000万像素的CMOS感光元件 画质其实和专业级别的Inspire 2 是很接近的 那因为比如说松下的GH5 也是用的这个感光元件 那对于提升画质的细腻和纯净度 以及暗光下的拍摄效果都会有所提升 而且是非常大的提升 这种尺寸的感光元件 是在任何消费级别的无人机里面 都没有出现过的 那在拍摄夕阳下的城市风光 以及风景的画面简直是一绝 那2000万像素当然你也可以得到很多惊艳的照片 在宽容度上的表现也是一流 大家可以看看我这几周用Mavic 3拍摄的一些照片 因为光圈可以从F2.8到11 那么很多情况下省去了我们带这个ND滤镜的麻烦 你知道每次换滤镜的那个痛苦 那当然不是说完全不用 在大中午的强光下 我建议你还是可以带一个ND4或者是ND8来更好的抑制高光 而得到一个正确的动态模糊效果 至于为什么要用手动模式和ND滤镜 那大家就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的节目 有说的非常的详细 对于分辨率 这次大疆的Mavic 3提供了最高5.1K 50fps的拍摄模式 那么4K下面最高可以到120帧每秒 这可以让你在4K的画质下得到一个更美 而且高画质的慢动作视频 而5.1K的视频的好处在于你后期可以将它剪裁之后 依旧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清晰的画面 好的 长焦镜头 这枚是162毫米F4.4的长焦 这也是我对于这一次Mavic 3会有一点点遗憾的地方 那官方宣传是探索模式 也就是用勘景用的 这个你既然已经上了这个参数的镜头了 消费者而言光用做勘景 我觉得可能没有几个人会这样去使用 那首先这个变焦过程就比较奇怪 你打开探索模式之后 1到4倍的变焦是用的主摄 那所以2到4倍都是数码变焦 当你变焦到7倍时候才会开启上面的这个长焦 也就是你在变焦的过程中 2到4倍感觉是模糊的 那突然在7倍的时候变得清晰起来 那么7到28倍使用的是长焦镜头的数码变焦 就感觉很混乱的一个感觉 那其实我觉得拍摄时候不变焦就完了 我只用主摄的这个1倍 那24毫米的这个 或者是长焦的7倍的焦段就可以 这样其实也OK 但是长焦镜头只有4K30帧每秒 这一个选项 我拍摄视频都是用24帧 而长焦就只有一个30帧 色彩模式也没有Dlog 那曝光模式也没有手动 What 那说实话对于这枚长焦镜头 我是比较失望的 那我希望大疆之后的固件升级上 能把手动模式加回来 以及加一个24帧 毕竟一台2万多的机器 我们还是希望它能够发挥它的全部性能 不是吗 但是不得不说的是 这个162毫米的长焦镜头 带来的空间压缩感 是真的超级带感的 这是给航拍带来的一次全新的一个体验 这次的O3图传 官方说是最高支持15公里 当然基于电量考虑 你不可能飞那么远 但是15公里的距离 能带给你更稳定的图传 这几周的测试中 哪怕我在森林里边 有树木遮挡的情况下 我也没有丢失过一次信号 之前的系列有遮挡的环境 你会出现信号弱 或者是信号丢失的问题 那这一次的Mavic 3 这次的图传是非常稳定的 那基本上的测评内容就是这些 更多的内容 我们期待大疆1月的固件更新 看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那如果你有希望看到 其他更多关于大疆Mavic 3的内容 也欢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 那最后希望你对这个影片一键三连 并且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靖 我们下次见 拜拜